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进行绘制 对它进行一个轮廓的处理 200 挤出200 摆放一下位置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关联复制 测回好它的数字这里还差一根 同样的右边的我们也可以这样来处理 下面的我们同样的来进行一下处理 好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摆好了位置之后 我们可以将它们全部塌陷到一起 发现到一起之后 在这里我们要用一个叫布尔的工具 我们先将这个物体移到我们该有的位置上 然后我们将我们刚好画出来的这一圈弧形 进行一个CtrlV的原地复制 这里点拷贝就可以了 然后选中我们复制出来的物体 和刚刚已经塌陷过的这一圈线条 What加Q将它们孤立出来 然后我们来对它进行一个布尔的运算 在创建里面集合体有复合对象 然后选择布尔运算来拾取一下 好了之后 在这里我们需要对多余的进行删除 我们在这里可以将它转化为我们的可编辑网格 或是可编辑多边形 选择它的线 或是物体进行删除 这里同样的删除就可以了 这样我们的这一圈就已经做好了 同样的给它添加一个材质 这种做法比一个一个的描线跟调点 要来得快一些 但是有时候布尔运算之后 它会出现一些问题 需要我们来调整一下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线条 上面它现在有了光滑组 这里也是 我们可以将它孤立出来 然后选中它的面 我们选择所有的面 将它的光滑组进行一个取消 在下面 取消所有 清除所有 现在光滑面就不见了 这样就基本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一下 它屋顶上面的这一块 电梯颈 现在我们来绘制它的电梯颈 在这里我们能看到的立面 只有我们的蓝立面 然后有一个顶视图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通过顶视图来进行绘制 先将位置摆好 对它进行轮廓 为它添加一个可编辑 两条线 为它进行一个墙体的轮廓 240 对它进行挤出 在这里挤出的高度我们要测量一下 4米1 除了更改几处的高度以外 我们还可以为它添加可编辑网格 来进行它的高度的调整 在这里我们添加可编辑网格 来调整它的高度 调整完高度之后 我们发现它的平面和立面有一些出入 在这里我们根据我们的立面来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再来绘制 这一圈 造型 同样的对它进行挤出 然后对它进行一个可编辑网格的修改命令 来调整它的大小 在这里我们直接调整一下 调整好了之后 我们要看一下它有没有放到我们的楼板上 在这里我们还需要让它 下面的点对齐我们的楼板 我们直接在可编辑网格的修改命令里面 选择点进行调整 然后我们再来画外面的这一圈装饰线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在这里我们可以直接来绘制 复的100 挤出一个大概200高的厚度 然后直接进行关联复制 太多了 重新来一下 然后对它们的材质进行附加 在这里可以更改为装饰线条的颜色 这个也可以更改为我们的装饰线条颜色 里面的可以更改为我们的墙体颜色 这样我们的电梯井就已经基本建好了 建好了之后 我们将我们的所有模型进行一个取消隐藏 这样基本我们的模型就已经建好了 这样基本我们的模型就已经建好了 感谢观看